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心鼎鼎 各門傳承上師生存也成果 心敬禮 今天護魔主尊 咬吃金木大天主 一心敬禮 堪成山崩 圓公祝阿彌陀佛 耶穌基督 佛誕千秋 快樂吉祥 連照金剛上師 視為尊貴的法師 尊貴的國門 大家關 大家好 還是先關掉好了 不然我都聽不到我自己的聲音 謝謝 謝謝 這個 這個 臉定法師是很感性的 很感性的一個人 我認識他到現在 那 也知道他的心 雖然不知道他剛剛提的是誰 我不曉得 臉定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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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拿父母母的時候 我很少看父母母的 看的那一眼就是臉定法師的父母母 他聽說他是我們當法師 哦 對呀 相信師尊很建議他 所以有一句話講我很喜歡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 我們人在這一輩子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別重逢 因為學佛的知道 我們要有因果觀 其實我們真的是類似這樣轉來轉去的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澳洲 可是很奇怪看到很多人也是覺得 怎麼好像私誠相似的這種感覺 我相信以前我們在天上可能也都是法卷 我一直覺得很深的感覺就是 這一輩子歸一世尊 我們大家都歸一世尊 當世尊的弟子 真的是千千世世的緣分 跟著世尊這樣子 每次這樣下來修行 大家要好好把握這個機緣 重點 重點其實還是 雖然一直流轉 但不要忘記要回去 這個才是最大的重點 其實昨天我們做碼頭觀音的霧魔 還有一個感觸感想還沒跟大家分享 今天還是補充一下 我們知道東立 東立的台場界 蓮華部觀音院 有六大觀音 最常聽到的六大觀音 牽手觀音 准提觀音 不公勸鎖觀音 碼頭觀音 聖觀音 還有哪一個 十一面觀音 十一面觀音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常見就是這六個名字 這六個觀音 其實依照他們的職責 發願 他們各專門度一個道的眾生 譬如說聖觀音 他發願就是度這個惡鬼道 那碼頭觀音不用講了 大家都知道 他專門度畜生道 如意倫觀音 度天道 准提觀音度人道 諸如此類 有這種說法 以前在台灣 我們那時候觀音彈的時候 我們也做這個慶祝會共 有同門問我 為什麼聖觀音 他度發願度惡鬼道 但是師尊傳法的時候 傳的是生生世世 撲翁法 這到底有什麼關聯 其實 其實 我們知道 福翁 基本上第一個概念就是想到錢 為什麼想到錢 因為我們有貪 貪的心 你才會想要多 越多越好 如果你們 讀過中英文教 就讀 你就知道 為什麼會當惡鬼 就是貪 因為貪 因為貪 太重 你沒有辦法解脫輪迴的時候 中英 不自主 你就跟著你的業力去 你就跟著你的業力去惡鬼道 是貪 因為貪 種下的惡的種子 可以轉化 這個是密法的殊勝 所以密教為什麼有財神法 就是他能夠轉化 讓你有錢 有錢之後 發這個 不私的心 救度眾生 其實為什麼有錢 有錢就是滿足你的那個貪念 錢多到讓你 連去想 那個貪念都沒有 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佛菩薩救度眾生的方法 再多別多 哇掌聲鼓勵 好 那麼其實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聖觀音他發願度 惡鬼道 他有沒有度我們 我們現在是人道 他一樣度 所以其實 佛菩薩在救度眾生 沒有在分別 沒有分哪一個道 另外一個角度 你以為你不是出生 你以為你不是惡鬼 聖誠曾經講過 輪迴的奧秘 在於你的心念 當我們出生之後 你的人的心念 你常常在貪念 你就種下惡鬼的因 種子 你將來就知道惡鬼道 你常常有稱 欲望 稱恨 你就變出生 你的心地善良的 善多於惡的 你就往生到天道 所以其實 師尊講過 人的一天 不要說一生 一天當中 就是六道輪迴在流轉 全看你自己的心事 是怎麼變化跟累積 所以佛菩薩救度眾生 其實是因應我們的貪承 吃脈衣 來對峙 對峙之後 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根本問題解決了 你融入光明 這樣子去轉化 所以其實 你看聖觀音他六道也渡 千手觀音他六道都渡 任何他都渡 碼頭觀音也不止渡促生道 這個就是佛菩薩真正的慈悲 還有我最感動的就是 你念法華經 你念我們知道 觀音菩薩的願力 他渡什麼眾生 就獻什麼眾生的像 鬼王生 惡鬼生 宅官生 國王生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成長背景不一樣 他的價值觀不一樣 思考模式不一樣 你不可能跟一個窮人 用一個很有錢的姿態 你教他要修習佛法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跟他不同的水準 你不可能很窮的人 你去度那個富有的人 你跟他講 你要修佛法 他說我比你有錢 我錢都可以扎死你 你教我來信佛 這是沒有用的 所以為什麼佛菩薩 他有這麼多的生 是在這裡 是因為眾生像千百萬眾 由觀音我們可以想到 瑤士金母 瑤士金母 最早師尊傳瑤士金母本尊法 都是單一個形象 近十年來 傳了這麼多尊萬佛手 胡托金剛金面金母 黑面金母 這麼多尊金面金母 好多 為什麼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他是為了重貞 而顯像 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去一個道場 道場 道場其實是有錢 很有資料 他問我說 我有沒有什麼 建議給他 因為他的談成 比較簡單 我說如果 你這個道場有空間 有資料的話 我建議 跟本上司所傳過的法 的祖尊 你都應該 盡可能去雕和出來共同 那個祖詞 那時候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瑤士金母就是瑤士金母 所有的瑤士金母 中規還是瑤士金母 幹嘛雕這麼多尊 浪費錢 如果讓費錢的話 為什麼師尊要傳 基本上 我是不通意他的看法 表示他不懂的 佛菩薩隨緣不重的 王法 所以我們每一個眾生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 在問本尊 那就是你 聚人的本尊 師尊傳這麼多 就是因為每一個眾生 跟佛菩薩的化身 各有不同的因緣 你抓到了 你的緣分接上了 你就好好依照那個法門去修行 要不然 我們照他的邏輯來講 我們只要供奉一尊 大利如來就好 因為所有的本尊 都是大利如來化身 其實他講的也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 我認為 在人間突眾生 為什麼雷彰師要有這麼多尊 因為近來的眾生 心性根基不易 有的要求財的 他看到佛 他如果沒有理念 他不認為佛可以給他財 你如果供奉財神 他就很喜歡 喜歡金剛神的 進來看到金剛 沒有看到金剛神 他就沒有辦法心神喚醒 這個是佛菩薩 隨緣不重 這個就是方便法 所以密教當中有很多的方便法 是在這裡 但方便法的背後 是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智慧根本上 這個是我們 不能忽略的 今天剛剛結束的時候 樂華助教講 今天是阿彌陀佛佛誕 這麼剛好 其實 如果你們去留意 師尊的開示 聊事金母 跟阿彌陀佛 是分不開的 可以講 他是同一尊 是同一尊的 所以今天做這個父母 也是一種相應 是很殊勝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 偉大的聖人的誕辰 就是耶穌基督 耶誕課 耶誕節 耶誕基督的誕辰 他在佛尼罕 馬舊當中出生 他這個媽媽 沒有 怎麼講 這個 天上來受孕 突然肚子就大了 他是懷慎愛 今天是西方的聖人跟东方的聖人 同样的诞辰日 你看这一天有多么技巧 耶稣基督创立了基督教 耶稣在古代的传说当中 他是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 所以其实东方也有弥赛亚 西方也有弥赛亚 像摩西 人家讲摩西也是弥赛亚 我们弥赛亚 就是根本上司 弥赛亚本身 他就是有这个任务 来到人间传道 步道 红发 他之所以成为圣人 你看他一生的行迹 你就知道 他真的不是普通的人 那么基督教到现在为止 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他的信仰的信徒 25亿人口 你看全世界 全球有几亿 六十几亿 他几乎占了十 已经75人 你看他占了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但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了十年 那师尊讲 那十年他去哪里 他去印度学佛 他是去印度学习 其实不只是学佛 他是学习密教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是学白教 嘎举盘 所以他再度出现的时候 他身上披着白衣 他披衣的方法 跟我们藏传 披衣的方法是一样的 而且在他学习佛法 后来之后 他因为密教 他学了密法 密法就有神通方便 所以他回来之后 有几个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事件 讲两个最简单的 第一个就五饼二鱼 有听过吗 他的途中越来越多了吗 耶稣带他们出去旅游 交游 他身上就只有那几个东西 一瓶牛奶 几块饼 几块鱼 耶稣一边拨一边念咒 一边拨一边念咒 发完了所有的土壤 那个鱼还有神 这是他写的第一个神迹 然后 他到麻风病院 他用手指着那个麻风病院 请你离开他的身体 然后 他那个附在那个麻风病人身上的无形 就搞出来 因为被耶稣勒令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纸 很多的麻风病人都被他治好了 这是第二个很出名的神迹 为什么 因为耶稣他本身他学习了密码 这就是驱魔 像我们用爱人名吗 驱魔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到后来是有显现神迹的 另外呢 基督教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十字架 十字架跟藏密也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十字架到底象征什么吗 这个可能 这是可能我们猜测 我相信也很晚 十字架其实最早 它不是基督教的象征 不是 是后来罗马教廷 其中一个主教 大主教 他会看天下 当他在望弥撒的时候 他看到天上出现了十字 他想到当初 耶稣基督训道的时候 他是定在十字架上的 其实呢 十字架 在基督教现在流传 其实象征人要意念 耶稣殉道时候的精神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念死 其实十字架是象征死亡的 为什么 象征死亡的东西 到现在变成生物 一般人想到死都是害怕 你有智慧 懂得佛法的 你想到死 死亡 反而带来的是复活 所以耶稣教 耶稣基督 后面有复活节 他在棺木当中 后来人家找他不见了 人家都说 那是复活节 死而后生 真正的把他自己 那个是他显现的第三个神经 藏人呢 藏人因为整个环境地区 都受到极大的佛法的讯讨 所以真正的藏人 一出生的时候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念死 一出生就想到 他将来死的时候 他要祈祷 他的根本上是 本尊 物法 还有善知识 能够在他的身边 所以藏人 最一开始的夹行 叫做念死 跟基督教十字架是一样的 因为念死 因为死亡 告诉我们的无常 由无常当中去思考 你这辈子的目标 跟你的修行 还有阻决你所有的欲望 这个是现在基督教 十字架的意义 用这些东西 来阻断你去做不好的事情 止恶阳善 然后这样子 因为阻断了恶 你跟着善去修行 你将来能够上升天经 这是基督教的讲 而我们佛教徒 因为念死 你想到无常 你才会开始守戒律 守戒律才开始修行 将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中序 寄托在佛国 所以其实你说 到底佛教基督教有没有相通 本意来讲 很多东西都是通的 是我们人在区分 还有一个故事 在台湾我认识了 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那他的爸爸妈妈 我是非常虔诚的基督 他一开始看到我是很反感的 但他的小朋友 跟我年纪比较近 他就对我比较有好奇 那他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我跟他 我稍微跟他分享了这些 我所知道的事情 他一开始也是很排斥 但是告诉大家 神奇的是 在我跟他聊天的那天晚上 他回去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耶稣基督跟师尊都出现 师尊跟耶稣基督在对话 他说他讲什么他听不懂 但是最后 耶稣基督走到师尊的身体当中 然后对他挥手 这个梦就结束了 他问我 为什么 我就找一篇文章给他看 师尊写的那篇文章 就是讲耶稣基督 是我的苦 师尊就开始描述了 他从以前开始 他一开始是基督徒 后来是被带到玉皇宫 然后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才开始修道学佛 修秘 一开始他是擦经班的老师 他是标准的基督徒 所以师尊在文章当中写 他说他后来 学佛 皈依密教 到现在变成了一大法王 到底 他跟耶稣对话 我到底有没有背叛你 耶稣讲 连生 你没有背叛我 你走的还是我的路 因为你把你所有的东西 所知道的佛法 暴施给众生 这就是你的大爱 跟基督教的精神是一样 我们就给他看 就给那个朋友看 他朋友看了 痛哭流涕 他说我能皈依吗 我说当然可以 所以 在 某一个摩尼之天菩萨聖诞 那一天他来到佛堂 我帮他做皈依 我跟他说 你看这个观灵品 就是受洗 就是得到佛菩萨的祝福 在基督教 就是得到圣灵的祝福 在这里就是得到佛菩萨的祝福 他刚刚讲的 法师他们讲的 你看基督教他做祈祷 不是从左间画到右间 从上画到下 这是代表耶稣圣灵同在 我说我们做披甲固身 也是印这五个地方 等于也是佛菩萨跟我们同在 我开始慢慢引导他 他说 其实都一样嘛 我说对 是一样的 是人在分的 这个事情 我真的 是尊佛菩萨要度众生的 随缘硬化 所以我们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在接触任何众生的时候 首先要了解对方的背景 不要一昧的 硬是把你自己的思考 塞在对方的身上 这样不一定度得到众生 有时候人家会发生意气反感 我们要了解 跟尊重彼此的背景跟文化 然后再玄玄善用 用对的司机 对的讲话方式 最重要的 你要齐行各个上司加持 你就能够帮助到一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讲到圣诞节 我这次出国 我搭飞机的前一天我在桃园 然后 那一整个家族的人 请我过去 去他们的工厂 公司看看 那最后有一个女生 她 她的外公 刚刚过世 她非常难过 那最后一个 她说她也要 她想要跟佛菩萨问世 她说她 她到底怎么样走出这个 这样的悲伤 其实我本来是觉得 没有什么好问的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很 主观的情绪 需要时间去消化 但是她有这样的需求 我还是很虔诚的 向姚思金母祈祷 我说能不能 请你慈悲 给她一点指示 那时候 我坐在她腿面 她的方便是她先生 然后这边是她们公司的老板 三个男生 一个女生 我 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 我感受到 姚思金母 她跟我讲 你跟她讲 圣诞节快乐 我听了 我不敢自信 我想说我又没有听错 Are you kidding me? 真的我不敢 不敢把这个回答跟她讲 我想说是不是我自己 她听错了 我这样的 我很认真的在祈祷 真的吗 跟她讲这样 完全没有关系啊 她说你跟她讲 圣诞节快乐 我就 我那时候有点在脱笑 想说这个答案 真的是我自己无法理解 我就笑出来了 我后来我就讲说 姚思金母亲我跟你讲 圣诞节快乐 然后我们三个男生 这应该都大笑 以为姚思金母在开玩笑 因为确实 圣诞节快到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祝福而已 那个女生在我面前 看着我 开始 哭到 哭到不行 她在桌上 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们三个都撒住了 后来等她冷静的时候 她说 上师谢谢你 我知道 姚思金母要跟我讲什么 我说你可以分享吗 她这样跟我讲 她说 她说 很特别的是 她的外公的生日 她爸爸 她叔叔 她最亲近家人的生日 都在圣诞节前后 所以从小 对她来讲 我们华人农历新年 她觉得 那只是一个仪式 对她来讲 圣诞节 是过年加生日 加家人团聚最重要的日子 所以圣诞节 对她来讲 是意义非凡的 但她的外公 竟然就在圣诞节前 往生了 她说 她到灵堂折莲花的时候 她一直在心里 对着那个灵牌 才会讲 你怎么不等我 等我跟你讲圣诞快乐 她说 她一直很 觉得很遗憾 虽然她也学佛 她归一时尊 她知道这个东西 不常 人来讲 人还是有人的情绪 所以 佛菩萨跟她讲 圣诞节快乐 她说她能够明白 那个是 她的阿公在跟她呼应 其实 祖先也知道她在想什么 还有她说 从小 在圣诞节的时候 她觉得她就像一个新生儿 不管在公土上 家庭、事业上遇到什么困难 她都觉得她能够重获力量 因为圣诞节 对她来讲 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感受 她说 这几个字对她来讲 真的 像醍醐灌顶一样 她说她真的不可以 再这样悲伤下去了 她要把剩下的时间 好好念咒 修法 回想给她的阿公 我说这样子就对了 等她跟我们讲完这个故事 我们四个人 四个人在那个公司 一起哭 真的是很感动 你不晓得佛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 用什么角度去切入 很多时候这个事情 一件事情 不是yes or no 不是正根法 因为因果复杂 很多很多的因素 在左右着 但是我们今天修行的 归一世尊 是她的这个道理 但人间遇到很多事情 你还是很难夸越 没关系 时间会冲淡一切 学佛 用佛法的角度 来帮助我们自己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 我非常感恩 来姚思基姆 对我的教导 来对众生的教导 那最后一个事情 这个四尊传姚思基姆 她说姚思基姆 是生活中的母亲 是她的母亲 天上的母亲 姚思基姆 其实也有很多的法 马上有钱法 神水法 金姆八大法 如果你用心的 体会姚思基姆的教法 你会知道 真的是尊规无上 而且圆融一切的法教 为什么 因为密教跟道教 的重点 他们的相同之处 道教从宋朝以后 开始注重性命双修 密教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要修身 也要修命 也要修理 这三者是不分开的 所以道教跟密教 到最后是融通的 原因在这里 姚思基姆的法 你仔细去看 为什么有八大法 因为要让身体健康 没有这个健康的身体 也是不能修行 他还有内丹法 温阳法 九转全功 这是叫你真正的 把灵性开启 让你的气脉明点 能够通常 然后跟本尊合一 这个是属于非常高尚的方法 另外 他也照顾到了 人间 你住室方面很多事情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道法 譬如说替身法 替身法就是解决我们最重要的困难 所以真正的 如果你要修行 入室跟出室是要圆融的 它不可偏非 所以为什么师尊注重入室法 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我们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你要有正确的理念 要不然人家问你 你也回答不出来 那你无恋啥 搞那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这么多方法 方法是拿来用的 用了之后 让你真正走向真正的佛道 这就是先引欲勾之 后令入佛之的意涵 你要体会姚石基姆 有两部最重要的经感 第一个 是养正正经 第二个 是普渡收缘 定会解脱正经 因为平常我们念的都是普渡收缘 但给我们很大震撼的 其实是养正正经 我稍微 我稍微念一下 不是念那些细节内文 养正正经 其实分成最重要的五个章节 五个章节 第一个叫修神 第一章讲修神 第二章讲参玄烈道 第三个 第三章超凡入圣 第四章还原反本 第五章出迷入物 离开迷惘 进入到佛法的智慧当中 总共这五章 你看这五章是什么 五章的标题 这个就是修行的次第 跟我们密教修行的次第是一样的 修神一开始姚思经文讲什么 讲三纲五常 体会安平乐道 积德行善 养性修神 孝顺父母 敬重天地 为什么讲这些 《普渡真经》当中最后的句提道 姚思经文讲成仙成佛平原作 为什么 你人都没做好 你怎么成仙 仙没做好你怎么成圣 圣没做好你怎么成佛 那是有试地的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为什么昨天跟大家讲 老老实实面对你自己的贪嗔痴 你不面对自己 你想要一步登天吗 哪有这种事情 所以姚思经文的智慧跟慈悲体现在这个地方 一个大金仙大佛他来这个人间 他传了这个金 竟然教你从最基本的三纲五常开始 三纲五常讲最简单的 父词 父词指孝 母词指孝 很简单的大家都会 但大家有做到吗 没有 简单的 敬重师长 尊重同裁 礼敬下属 礼爱下属 你是上位者 你有下属 礼登上你应该抵去他 你有做到吗 没有 所以我们念书 以前念书 论语大学 孟子中庸都是念家的 都是念那些条文的 不是真正把那些道理拿来你自己生活上去用 那个比较修行 所以要是金母背禁寸舌 他第一开始跟你讲修身第一章 叫你把这个人身体 你应该做的这基本的德性把它养好 有了好的德性 依照因果的关系 你才会有好的健康的色神 第二章才教你参选练道 你好的身体 你才可以内观 才开始教你什么叫清静 什么叫真正的灵性 你应该怎么样断除外在的诱惑 进而提升升华你自己身体的灵性 第二章开始讲这个 第三章开始讲 修行真正的方法 超凡入圣 他跟你讲你要怎么休息 怎么样思考 怎么样离开这个人间 就是处事 发出理心 第四章还原版本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 你看他的文字 他已经在教你 怎么样把天停碎下降 怎么样把下面的灼火 灯上升 以这两个水火机器去开你的五轮 这里其实已经讲这个 最后 当你成就了之后 第五章出迷入物 你懂得这个道理还不够 你要去把这个道理去救度众生 这就是佛教讲的 发慈悲心 发慈悲心 发不提心 就是大圣的佛法 也是体现在这里 你看瑶士金母精 你很快的看过 你会觉得文字非常的浓口 你会觉得那个道理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哪里没关系 每一字每一群讲的 都是我们切身之痛 我希望大家 今天我们讲 我们做师尊的弟子 师尊说他是瑶士金母的弟子 我们等于也是瑶士金母这个法徒下的 学习的入门弟子 你要配得上 你當弟子,你必須老老實實的 把佛菩薩主師也教你的東西 你認真的去體會 要不然這樣簡單的 我們沒有辦法匹配的 連做人都做不好 還談什麼修行 所以要是金母的法門 入世要圓滿 入世也要圓滿 這個才是普渡受緣 真正的含義 我希望大家 我們每天都看到姚子金母 常常聽到 你要接受他的法門 一定要很虔誠的 提醒他 看自己的問題 祈禱他引領你 走到彼岸 希望大家不要這一輩子 再出國世尊教了這麼多 這個是我今天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謝謝大家 請連照上師開示 跟他講講 請上師 給大家開示 阿彌陀佛 尊貴的連鷹金剛上師 這位法師 大家午安 大家吉祥 上師好 來這裡做負談也要講講幾句了 是 聽了剛才 連鷹法師講的 還有上師所講 連鷹上師所講的 那我也想到 就是說 我們在人世間 師尊教導很多 但是呢 我們還沒有真正的去實修 當然呢 我們修行的最重要的應該也是這個生死的問題 生死的問題 就像夢一樣 我們人生就像夢一樣 夢的人生 人生如夢 那麼今天阿彌陀佛的佛誕 那當然 這個佛誕呢 很大的意義在裡面呢 都是因為他們都是在西方 西方 那我們現在也在西方 所以呢 其實西方在哪裡呢 曾經以前有問過師尊 我們一名雷章志 我們一名雷章志 其實西方在哪裡呢 開始的時候要見在哪裡 師尊就講 去西方找 那以前呢 我們是在東邊嘛 東邊Springwell那邊 我問過師尊 師尊說 西方 找西方 那第二次在問的時候 我們 在聯違法師的那邊的時候 後來又要去美國去問師尊 師尊在美國也講 也在西方 那這西方啊 那我們就在西方這邊 城市的西邊來找吧 所以就找到現在這個 聯名雷章志 師尊講 兩次三次的西方呢 其實也是有殘疾在裡面的 其實呢 就是我們 講到 我們心中要有西方 西方極樂世界的地方 而不是說這個道場 那麼今天 再提示一下呢 就想到這方面的 那麼 真正來講呢 師尊提示 還有我們人生 到時要走的時候呢 也是要去西方的 那麼 師尊講過有幾個法 我們講這個 往生法 七日成佛法 還有這個 那洛巴裡面的六個成就法裡面呢 有一個是 中陰 中陰的法 還有幻觀法 還有這個 什麼 中陰幻觀 還有夢幻法 夢幻觀 夢幻的修行 這三個法裡面呢 都是講到我們 為人出世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知道 這人生 都是夢幻的 那只要你從夢幻裡面醒過來 好好去修行 正法 師尊教導的正法 那麼 你能夠找到的話呢 那你就明白 人生的這個秘密 所以呢 師尊有教導我們這個夢幻 還有中陰 還有這個幻觀 這三樣呢 裡面呢 都是講到我們人 這個人生是如夢啊 那我們人生如夢裡面呢 有三個層次 一個是 活著的時候 也在夢中 這個世間 滾滾紅塵 都是一個夢 那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也是另外一個境界 也是夢 夢裡面呢 還有活著的時候 睡著的時候都是夢 但死的時候呢 也是在夢裡面 因為我們還沒有開悟 還沒有覺悟這個人生 所以呢 都在輪回裡面 所以呢 這一切都是幻 師尊教導的修行秘法呢 如果你能夠知道正夢 正法 真正的去修行 那你能醒過來的時候呢 那你就回去到西方極樂世界那邊 如果你不會醒過來的話呢 你就是在輪回這個人間 六道裡面 六道裡面 在天道裡面 只是長一點的時間在那邊 在人間呢 比較短一點點 那你睡覺的時候呢 夢裡面呢 更短 很快的 但是你 你都不知道你在做夢 現在你現在活著 現在這個時候 也是在夢裡面 但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看滾滾龍城 天天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上班下班 休息睡覺 然後又過一天 又過一個月 又過一年 又過了這一生 都是夢 都是在夢裡 你還沒有醒來 現在師尊教導我們這個真佛祕法 修行這個祕法 那麼如果你真正的去 像這個正法裡面去修的話 你會得到正的夢 清清楚楚明白這個人生的夢 然後睡覺的時候也能夠明白夢 那不會跟著夢裡面走 不會跟著這個人生這個滾滾龍城去走 那麼死的時候也是一樣要懂得 怎麼樣走 走你最後一層的路 如果不能走的話 你也是滾滾龍城在輪迴 所以這三樣裡面 師尊教講到這個夢幻 夢幻這個修行 如果你能夠明白世界的清清楚楚一些的 你不明白世界的 東西南北的 東西南北的 你如果明明白白的話 你就醒了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你還在裡面滾滾打爪 所以修行呢 首先我們要學師尊說的 就是要 身清淨、口清淨、意清淨 你清淨之後呢 你就明白看到路了 看到光明 然後從光明裡面 你就選擇要去的地方 所以呢 今天就是因為阿彌陀佛誕 那昨天在善明那邊也講到這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個法 那今天 法師也講 上次也講了 我就再重提一點點這方面的 如果你能夠醒過來的話 你就不會迷惑 你就不會再輪迴 你不醒過來的話 你還在輪迴裡面之中 在人生大夢 死的時候也是一個夢 在那邊更黑暗一點 更暗淡一點 你現在活著看到這個光明 它叫陽光 但是我們修行如果能夠懂得修的話呢 跟世聖者講的 要明白這個夢 明白這個人生 也要明白我們走的時候 最後一條條路 要知道這個光明 六道裡面的光明 白色的光就是聽到的 其它的光 暗一點的 暗一點的 都是去到不同的六道裡面去 所以你要懂得走 走得對的話呢 你就活得好一點 走得不對的話呢 你就活得更辛苦一點 但是這些都是夢裡面 所以你要醒來的話呢 要跟著正法所教導的去修去做 就像耶穌基督他去修行密法 他找到了光明 所以他把這個光明想要傳播 可是呢 他還沒有傳播出來 他就給釘到十字架上面了 但是呢 師尊跟佛陀都傳播出來了 要教導我們 所以呢 未來的將來呢 這個佛法還有密法的光明 一直在交繞這個人間 應該更長更求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師尊的苦心 還有上司們他們講解的 提示的 大家好好去學習 真正的深入 如果你真的不深入的話呢 這一切都是夢 那你還沒醒來的話呢 你就要輪回六道 真的會輪回 這是人生的大夢 什麼時候醒來呢 很多祖師爺他們開悟之後 他就醒了 我們還沒開悟的 還沒明白的 因為業障纏身啊 還沒清淨啊 所以呢 我們還在輪回 希望大家能夠努力 努力一點 書中說 真的要去修得好好 真的要找到自己的光明 才能夠成就 今天就簡單講 講一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百分之二 恭喜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peninsula